人的毛病就是自私啊 有时候我们被人间的磨难所吓到 我们退缺了 有一个年轻人和几个亲戚 做棉的生意 就是棉花的生意 第一次购物之后 他就遭遇了十年不遇的暴风雨 数万千吨的这种棉花放在仓库里 全部没烂 损失惨重 当他返乡之后 父母经营的饭店也遭到了火烧 遇到了大火 家中一贫如洗 父母亲悲伤过度 先后过世 他去急事战扑 那个算命先生告诉他 你啊 命中定数啊 你一辈子也不会发迹的 他彻底的失望了 他啥事都不做 终于有一天 他厌倦了这个世界 他想跳河自杀 被人救起 他将自己不幸告诉了别人 人家劝他去到寺庙 拜见禅师 他问禅师 禅师啊 禅师啊 命可以逃避吗 禅师说 命是由你自己决定的 行善得善 行恶受苦啊 禅师拿了一颗葡萄 攒在手里就问他 请你告诉老那 这颗葡萄是完整的 还是不完整的 这个佛友就问 告诉他说 如果我说完整的 你 大禅师就会把葡萄捏碎 如果我告诉你是不完整的 你可以不去把它捏碎 法师说 你说对了 命运 其实就像这个葡萄一样 它就是在我们的手中啊 这位年轻人 振作精神 重新开悟 在街市上 拜小摊 小吃摊 后来生意越做越大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希望我们所有的学佛人 永远不要灰心 因为我们拥有的是明天 而不是过去和昨天 这个生意识堂 如果我们来说 希望我们到处的计划 的人 明天就会把这参照 见不过去和周围 伍